我後來才發覺 我出來第二天才知道 原來有兩個警察是抓了的 是想謀殺特朗普的 有了火藥在車上 幸好這次截了那兩個警察 如果不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回來 當特朗普說話的時候 他不會說話 但他們真的想 We want Trump, we want Trump 大家就很大聲去叫 舉了手、舉了腳 有些小孩就騎上老頭上幫你拍 幫我拍張特朗普的角度 很克服 那些人很斯文 是很有教養的一班人 大家好 歡迎收看路士年事 這一段的訪問 我找了在路上機的香港人 Kat 你好 你好 我是路士 是的 我這次找你 都是想分享一下 你要去查不清真 在路上機的選舉做四大會 你要去 也都聽到你有一個朋友 在三方人士開車很多個小時都去 所以都想問一下你這些經過 是不是都是很有趣的 其實是一個很值得 很宏觀的一個 一個Rally來的 我從來沒有去過 但是因為我在2006年的時候 我已經聽特朗普說 在這個LA Court Stadium 說到他想選總統 他當時是講地產 去搞地產的課程 在 doet 在駕駛機下面的一個很大很大的駕駛機 所以當他說選總統時我是不出奇的 因為他說他很想 如果美國有需要我的時候 我就會出來幫美國做一些事情 到了他第一次說想選總統 第二次又收回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挺有趣的 而且我也認識他做apprenticeship的一個partner 就知道特朗普人是怎樣 他是一個很能幹的人 所以他的政策是很跟從美國憲法的 我讀了十幾堂美國憲法 跟美國的tutor 即是老師 所以他所做的事是贊成一個小的government 還有要盡量給本地工作人員 而我們美國是有很多資源 所以我就去和一些朋友決定一定要去看看特朗普 當時我去的時候我也不知道有這麼多人 其實只是想著去看看東西 可能兩、三小時就去到了 是嗎? 其實不是這麼簡單的 我們駕車駕了一小時 從City Industry去到Catralla 幸好是一時半就到了 十一時就出門口 兩時鐘呢 我的朋友過了兩時鐘就已經不讓他進去了 就去了 很失望了 我們進去的時候是非常之熱的 是100度 是沒有水的 基本是沒有水的 是乾的 太熱了 曬得很厲害 我們站了四天多小時 Restory還沒這麼近 還沒講這裏 就是我們拍了車 因為我們看到旁邊有條線排隊排得很遠很遠 是不動的 就排進他們的shuttle的parking lot 我們決定就不要這麼做了 因為怕趕不及了 於是我就去了另外一個parking lot 就走15分鐘才到shuttle的那個地方 就給了8塊 後來我們聽到原來有些朋友 他給了20多塊去拍一個私人的parking lot 然後走進去 那裏有些人更聰明一些 他們什麼錢都不用給 就去了民居那裏拍 Anyway 這個 我們說了 我們下車了 就去了parking lot 就走了 哇 走了15分鐘了 那去到shuttle那裏 進了門口就等了四個多小時 這四個小時裏面 由1點半等到4點半 5點半 加起來5點半 5點半 就沒有水沒有性 就是有幾個廁所可以去 於是我們就怎樣呢 熱到呢 我就拿了一個大番茄 還有一個peach 那就是那些土 冬冰冰的 我吃拿的時候 就拿進去 吃了番茄和那個peach 那都是不解決 解決不了學校 到了一兩個小時之後呢 我們一路走的 走得很慢 只有8個巴士 每個巴士只有60多人 但是那裡有幾萬人 我們有幾個lock的 那個parking lot 有一個紅色的 一個綠色的 一個黃色的 還有一個好像是premium的 是membership的 我都不知道有幾個lock的 其實 但是我們紅色的lock 就是圍著廣場是蓬蓬轉的 那頭一個小時 基本上是不動的 我們有辦法 都聊完了 我們前面那個白人就很認識 那對夫婦 是San Diego來的 其實是Saint Marcus 另外有一些人就在Oceanside 有些是本利人 在Palm Springs住15分鐘的那裡 他們有少數的Hispanic 西裏的人很多 主要是白人多 我們去到都見到我們自己的香港人 都見到另外一兩個香港人 但是都是不多 有幾個是大陸來的年輕人 大概十多歲而已 其他都是白人而為多 那這一幫人呢 很奇怪的就是 他們真的很懂得 對整個政府的政策什麼不對呢 都知道得很清楚 但是他們能夠解釋給我聽 我們就大家交換意見了 去到後來 第三個小時 我們頂不上 終於他們讓我們進了一個地方 就是那個Exhibition Hall 有一個Exhibition Hall 本來在外面 如果太陽曬 是很辛苦的 但是都有一些風 但是進了Exhibition Hall裡面 就只有兩個大門口 焗到不得了的 我們焗到 我也有一些風 好像不太行 但是都好過 似乎是好過外面曬了 於是走到那裡 接著再走 出了那個Exhibition Hall 那時已經四點多 五點了 我們都頂不上 我要坐下 其實那些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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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就坐下坐一會 周圍沒有地方坐的 看到很多那些人 就兜了一些水之類的 就買一些冰水 我那幾個小時又怎麼樣呢 我拿著一塊 我特地拿一塊大的毛巾 進去廁所又走 又走進去廁所的 這個大毛巾就去廁所 整濕了它 就搭向外磚 穿短褲 搭向腳上 這樣才不燃 於是都不行了 最後第四個小時 四點多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買冰水了 冰水五元一瓶 弄回去頸上 看看夠不夠涼一些 一邊喝 一邊弄著頸 接著呢 終於去到差不多第四個小時 四點九左右 四點半左右 有一個女人 大約下幾歲 她的husband和妻子 她受不了了 她坐下就要暈 即是頭要倒下 我們要托起她 又把我的毛巾放在膝蓋裡 又把冰的水放在她的頸上 做暈倒進去 讓她好一些 她是有糖尿病 結果她都受不了 她們扔了三個小時 第四個小時都搞不定 就是叫了 ambulance 但是 ambulance 扔了一個小時才扔 所以如果有什麼事 真的不行 我問她為什麼這麼遲 她說 哎呀 外面很忙啊 很多 需要很多 ambulance 就是很多事情發生 這樣說 於是呢 其實我們都知道 Gasherson那份報紙的主席就說 我們不是很喜歡特朗普 她說你的生活風格不太適合我們 因為你知道 我們都知道 這個Palm Springs附近 比較以LBGVTQ為主的 community 但是呢 我們很奇怪的就是 我們有這麼多人去看特朗普 就好了 去到 進去車 去走 就繼續等 等到5點4個節 我才有一個school bus 那些車全部是坐60多人的 60多人的 差不多 幸好這輛school bus夠大 還有冷氣 另外有兩輛旅遊巴 其實之前還有兩輛旅遊巴 都走了 現在我一眼看到就是5輛車 所以就載到我們去會場 去到會場呢 我們都走十幾分鐘 一直到那些草地 好像兩個很大的baseball field 一直走進去 走到港台前 旁邊 都不走到最前的 因為這樣就 去到港台那裡 就看到那些人 每個人都站在那裡 因為不能坐的 我們全部都不能坐的 那些位置在旁邊 都是很少的 不是很多 像中學那些stadium 有幾行的 那些人原來很早去的 後來發覺 他們9點鐘 已經停了車 在Catruller那裡 然後就等到 在Tarking Lock 等到12點鐘 然後才在門口 坐在門口那裡 然後才走進去 即是乘巴士走進去 只有Tuttle 有個穿梭車走進去 他們一坐就坐 他們可能有地方 多些地方在前面坐 但是他們都是由早上9點鐘 搞到晚上 就像我們那樣的 所以我們都 有好又不好 我們遲去 沒得坐 但是還是站著 看著特朗普 我很印象很深刻的 這一幫人 和我們一起戴著紅帽 一起 就是希望聽特朗普說的 他們是不說話 他們很集中去聽特朗普說的 是不會 就是當特朗普說話的時候 他們是不會說話 但是他們真的想 We want Trump We want Trump 大家就很大聲 就叫了 舉了手 舉了腳 有些小孩 就騎上老爸 幫我拍照 幫我拍照特朗普的角度 就是很克服 那些人很斯文 是很有教養的一幫人 很難看到一幫人 為什麼我覺得他這麼教養呢? 就是他們不會亂這麼 就是不應該說話的時候 他們會亂這麼叫 不會的 好了 到了我們聽特朗普說話的時候 最大的印象給我 就是 我就覺得好像一家人 特朗普就在家裡 一個closed door 大家關門 聊聊我們的家事 我們直接覺得很親切 那個感覺是很不同的 他不像 他好像我們的家長 他講到這個水 有一塊地在加州這裡 是很肥沃的 但是呢 我們的政府 劉沈說不好 不可以種植 我們要求 Farmers 要求他們 去拿些水進來 他說不行沒有水 其實就說 特朗普說了四次 三次四次 We have water 我們有水 我們有很多水 加州 都多到不知道應該做什麼好 於是呢 他們跟市長 聊聊完之後 最後 我們是初遍聽到 都說加州沒有水的 接著會限制用水 我們都不知道 特朗普說很多水 他說 這個就是他們 所以特朗普後來講到 是人為性的 洗到加州的那些干巷 他說我們有很多水 於是他說 他幫了那些農夫 去見Nelson Nelson說不行 不給水 那他們還是要活動 那特朗普就繼續跟他們 一路繼續活動下去 一路做 一路去談判 所以我們是 其實我們 不知你知不知道 就是早幾年 早幾年 其實 他們直接把水倒進去 大海洋 他都不給水 那些農民 使那些農民來到 加州中部 所以他們很痛苦 其實他們是很傷心的 我們 就是他製造一個 叫stafflation 製造我們那種 就是很荒 所以Nelson 他們就是做了這樣的事情 所以特朗普說 我們在這條路上 繼續去找 就是去洗濤樓 講到引水進來 他說都不是很簡單的事情 那另外 這個是一個 反射了整個加州的 我們農夫很多的問題 但是他們是沒有 可以跟這個政府去對抗的 使得人民沒有東西吃 我們的食物 倒進海都不給我們 或者水倒進海都不給 farmers 以致我們不可以種到 這些食物去使得 使得我們的食物的價 去降到三分之一 這裡一度了 他講到就是fracking 我們現在美國是全世界最多的油 特朗普說我們繼續做fracking Harris嘗試在Persifinia 一個這麼多油的地方 這麼多這麼好油的地方 油井的地方 他們不給 特朗普說如果他選 他選回來的時候 他一定會把fracking重新開啟的 我們的油價就會低很多 低回一半也有 所以 因為我也是一個投資者 我也希望油價 為什麼我要去呢 我希望他贏 因為我都是 今天 今時今日 我們的油價高了這麼多 尤其是加州高 加州現在5元 4個多5元 我去到Florida是3元有價值 就是我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我們加州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加州是美國最貴的地方 最貴的地方 是啊 是啊 是最貴的地方 有最貴的地方 拉斯維加斯都比我們更便宜 拉斯維加斯都是2個多3元 加州我們4個多5元 德州只有2個多 德州 是啊 德州更加好 德州是出油的地方 Florida有很多油的 Persifinia有很多油的 加州其實有很多油 因為那些人不讓我們開油 OK 又不讓我們開礦 就是說環境這樣 所以特朗普說 他會把我們Energy Cost 減到一半 希望他去做的時候 還有Open Border 他講到Open Border 一定要重新搞好那個Border 這個是我們這麼多人去的原因 就是最緊張的事情 是啊 就是這樣 還有到我們差不多完結的時候 其實有一半人去到6點多鐘就走了 他們可能怕搭不到車 我們去 所以我們去的時候 有些位置給我們站 到我們完結的時候 特朗普下台的時候 他就跳YMCA 他播了YMCA 好像很開心 好像都不捨得走 接著我們 他們有一些Food Truck 我們完結的時候 我們都不敢馬上出去 因為很多人 很多人 根本我們都不知道哪裡 他就說這裡是排紅的Party Lock 那個又說那邊 根本完全是不知道怎麼去排隊 那條路呢 只是給一個很小的小閘子 關了其他小閘子 只是給一個小閘子出去 所以你能不能出去 於是我們就決定坐在地上 坐在地上 吃一下東西 拿了一些雞蛋糕 吃一下 坐了一個小時 然後休息一下 因為都站了這麼多小時 然後我們就出去 但是出去 都偷偷排在很遠 在左手 就是我們後面 根本原來是沒有車到的 車在前面很遠很遠 於是我們緊張了一大半小時之後 我們才走回去前面 才有多幾個巴士 我們才看到很多巴士走 都會再殺人 然後到最後我們才過幾個小時 才可以上到車 那這輛車還在我前面 但是很奇怪的 之前那輛車 我本來已經可以上了 那些人很斯文 那邊有人來的 就是我前面很遠 有人逼上去 我們這邊 我們前面的那幾位人兄 就不動的 就是等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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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不叫他們停 又不叫他們讓 我們就永遠坐在後面 那第三、第四的人 就永遠上了 那就是這麼奇怪 那些人是很斯文 所以我說 你什麼時候見到一些人呢 可以這麼理由 這麼忍耐 已經整天了 那時候已經是十點多 出到來的時候 我們已經是七點八點 九點 九點多 九點多 九點鐘要坐巴士 那就出去了 終於我們出去了 那就回到家 兩分鐘後 已經是十二點多了 幸好那個freerate 都不是太濕 有一點點濕 但是不是太濕 就這樣 就由你在家出發 到你 乘巴士的時候 都有個人運 因為那個女人都七十歲 七十多歲 她都要坐在地下那裡 幾次旺了幾旺 這樣很幸好 在乎來那個巴士 可能捏了她上去 那些警察呢 最初我們出來的時候 十幾個警察 在那條巴士輪 很窄的巴士輪 很溫維的 但是呢 都不知道她在做什麼 不知道她在做什麼 警察坐在車上做什麼呢 我說警察呢 就是沒有幫到 幫不了手 後來呢 到了過了一輪 他們就醒目了 開始派一個警察去上一輛巴士 然後才駛過來給我們上車 我當中呢 有些人呢 當天站在那裡 三年多 四年多的時候 我就發覺那個白人女人 85歲 哇 幾壯啊 站了那麼久 然後我們 我起初以為她有六十多歲 原來不是85歲 她一直跟我們站到全程 所以我真的服了美國人 就是那種American spirit 可以有這麼大的耐性 可以無圈無躍 可以這麼專心去聽這個總統說話 這個總統候選人說話 我覺得是很驚訝的 對我來說 我說歷史性的 我們將來都可能見不到 六、七萬 甚至八萬人 去支持一個總統的候選人 特朗普都宣佈有六萬八 你說延長可能都不止六萬八千人 可能不止的 因為她可能還會多一點 因為她們已經截了人進來 還有一些人外面是進不來的 是 遲了 她們拍開車就遲了 因為拍車的地方有多遠的 你想說是十五分鐘 我也要走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路程 你說這麼多萬人在那裡 好像你說的那些車走過來 自己自動上車 沒有什麼人維持秩序 但是這個過程中 又沒有人見到她打煎 她搶 搶著上車 搶的 又沒有出聲 又沒有小聲 很奇怪 我覺得很神奇 因為你說如果你回到亞洲 可能被人踩扁了 這麼多人 一上那些巴士 人踩人都踩上去巴士 很感恩 我覺得是很喜歡的特朗普 因為她覺得 我真的覺得當時 我自己是有基督徒 我想回頭 那個時刻 那兩個小時 是很peaceful的 很有平安 好像我們相信 可能有聖靈的祝福 有聖靈的保守 因為我後來才發覺 我出來第二天才知道 原來有兩個警察是抓了的 是想謀殺特朗普的 有了火藥在那裡 當然不一定是她 那個人一定是殺特朗普的 但是我相信不會沒有理由 因為很少人會拿著火藥在那裡 拿著槍在那裡 所以我都很感謝 說我們無視 因為那個人好像說 要開特朗普的 可能還會 去向那些群眾開槍 這樣就 還有也都有 我學生日才知道 有兩晚的教育童展會 全美國是為這次祈禱的 所以我們才這麼有平安 就是覺得很溫馨的感覺 就是這樣 那你又在家出發 當你回到家 整個這次參親親的旅程 經歷了多少時間 我11點出去 晚上12點回來 13個小時 是啊 站了7個小時 你想想 1點半 2點半 3點 4點 5點半 6點半 7點 那裡已經5個半小時了 再加上巴士 就等過幾個小時 就是出去排隊 都要排隊 玩個小時 加上都要5個半小時 都要7個小時 只要站到7小時 還要走去那個 那裡又走回來 那裡又半個小時了 8個小時 總之站著或者走 都要8個小時 所以你不夠 吃了又可能要去洗手間 但是我發覺吃完 都不用去洗手間 已經消化了 那些水分全部蒸乾了 所以下次你去的時候 最好拿著一些番茄 那些濕濕的 Promessa那些 那些情果 你就覺得會舒服很多 就是人敢住很多 不會這麼熱 是不是沒有預計到 要這麼多人去查 沒有的 所以在安排上面 就有些不太遭到的 那些車可能都不太夠 然後你說鐵炸 炸開都不夠多 是啊 根本不夠 要怎麼夠 就只有8架而已 偷偷見到 搞到等到一個多兩個小時 才說多幾架車來 都不知道多幾架 我想都是7、8架 最多double了 在我們這邊 在我們這個紅紅的 紅的parking lot 其他那些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那些朋友 就像我所說的 這個三藩市的朋友 他們真的 在黃色的parking lot 是沒有車 沒有巴士 他們走的時候 沒有巴士 要遠足晚上半夜 遠足走出去 走出去 那裡成五里路 晚上又不知道哪裡 你知道 又不是那個地膽 就是很害怕的 當然可以坐Uber Uber 五里路都不是很便宜 除非有一班人一起坐 他們結果 都要走出去 才可以到parking lot 才可以開車走 你說三藩市的朋友 他要三藩市駕車過去 這個駕車過去 起碼都要6個小時 駕車過去 這個我不肯定 總之它是三藩市駕車來的 但是它應該 是啊 我想它是駕車來的 但是它的parking lot 它都要在外面 你誰都駕不了去那個場館那裡 個個都是地搭 那五里路的shuttle 才能進去的 所以它怎樣 它都要走那五里路 走出去那個parking lot 就是它怎麼離譜 這次駕車都不是那麼容易 要經過這麼艱難 是啊 我都有點害怕 我自己 我戴上黑眼鏡 因為我怕 就是它說 你這支眼衣 最重要是不要曬太厲害 我戴上正式的 醫藥的黑眼鏡 我才敢站那麼久 因為怕我有這個叫做白外障 所以要戴上的東西 就是這樣 那這次的撐親生的旅程 是不是都能過得這麼辛苦呢? 這麼辛苦 可以了 我想下次也不知道 下次也不知道有沒有它再回來 最殘忍的 我們經常都說 能夠見到它一次 我們心裡可以 如果我不去叫不去的話 其實我之前那晚 本來有四個人和我一起去的 另外四個人 結果呢 六十五歲、六十多、六歲 另外一個就說六十四歲 他就說怕了 接著我本來是一輛車人 連我先生 個個都六十多歲 他說不去 於是我接了另外一輛車 我說不行 不去都是不行的 我真是不信 這部電影 我覺得 如果你失去這個機會 你沒有下次的機會 而且如果能夠支持特朗普 最低限度 我做了我應該做的本事 就是支持他 雖然說這個是藍州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為什麼我要支持他 也都希望 在他那篇講章裡面 他所說的那些論點裡面 能夠把它帶回來我自己的辦公室 因為辦公室的人 有一半是喜歡特朗普 有一半是喜歡另外一邊的 所以我去解釋給他們聽 這個是歷史性的 這個是歷史性的 非常之好的 你不會再看到 而且是沒有事發生 如果你去其他地方 好像上那兩次太刺激了 幸好這次截了那兩個 怎麼說 那兩個suspect 如果不是我也不知道 能不能回來 是啊 是啊 我看到我們一開始 剛剛這個採訪一開始的時候 你好像提到過 2006年這個時間 見過他 是啊 很審的 因為他奪了100萬去搞一個課 叫做Los Angeles Learning Academy Learning Academy 當時2006年地產很興旺 他就在那裡 就是Los Angeles Academy那個主辦那個 就請了他講 那一課有2000人聽的 所以他講到他自己的生平 他失敗了幾次 曾經很有錢又很好錢 又很有錢又沒有錢 到最後他終於能夠成功了 也都講到他自己 為什麼他希望能夠幫助 如果有人需要他 美國人需要他的時候 他是會出來幫忙的 當時你是現場是不是 你在聽他的 現場的 因為當時我都有投資地產 一些東西我想學 所以那時候有6萬人 那個Los Angeles Academy 有6萬人去 但是那一課是2000人 他被人家 charge 他 charge了100萬去美金 去講一課課 講一天的課 不知道一天的課課 總之那天他就在那裡 那加州你剛才看到的是南州 其實裡面的南州 這次不知道能不能夠反轉 能不能夠逆轉 我也希望能夠反到 因為如果沒有貪污的話 是可以的 我相信 但是因為我們有貪污的情況 我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們盡我們所能 去將我們的責任 一個公民的責任 一定要出去選 還有都希望華人 尤其是中國人 很多事不關己 就不勞心 但是我們真的要去關心周圍的人 我們如果不發聲的話 我們不去做事不去發聲的話 我們被人壓到扁的時候 就不要擔心 就是這樣 所以我讀了美國的憲法 我就發覺特朗普 所有事情都是跟著美國憲法做的 而且他是想將美國憲法 重新 First Amendment Second Amendment 就是五百 Amendment 那些人投降過 是宗教自由 和言論自由 和這個印刷自由 重新一次的 是給回美國人的 那你那邊的 好像華人 香港人都有支持 何錦麗的 那他這個理據要去些什麼呢? 我都知道 搜索人 香港人裡面都有的 他們就是聽大岸宣 我教會有一個姊妹 我想她不是讀書太多 我掛鼓 她聽了很多大外宣 因為她說特朗普很自私的 其實我知道為什麼 我知道有些人 有些頻道 有些廣播是這麼說的 所以我其實昨天晚上 我寫了一大堆東西給她 我說特朗普從來沒有拿過一個線 去做俗做總統 那二十幾萬 三十萬 她給回立瑞人 第一 第二 她根本不需要名譽 又不需要地位 她有齊了所有事情 她成家人很和氣 她有家人 她五個子女教得很好 她的孫子也很乖 她是不需要 她可以盡向天文樂 她是不需要做事的 但是真的好像他二十六年這樣說 是美國人需要她 她也很愛美國 所以她為什麼要出來做 是挺身 沒有人這麼蠢 每天都被人追殺 真是這麼危險 這麼恐怖 這麼危險 每天都被人追殺 過去那六七年 她真的被人追殺五六十次 有一次我想你們新聞也會播出的 因為我認識特朗普的 apprenticeship的那個partner 其中一個人 他們十幾歲去CBS 在紐約認識的 他們有一個personal assistant 就是一個nease 是一個朋友的nease 就是幫了特朗普從這裡去 從L.A.去Washington 幫他做事的 在10月10日左右 2016年 他已經有人去到特朗普 Tower 那層樓 他住那層樓去殺他 但是沒有新聞裡面 沒有新聞裡面的 幸好特朗普請的那些人 是top-notch的保鏢 他立刻就抓了他 但是這些全部的新聞沒有的 你想想有沒有什麼人 會這麼蠢 等人被人殺 經常被人追殺 來到他又不收錢 走去賺了多少錢 就算你做總統 你賺了很多錢 你賺了很多錢 他都不緊要了 他這個年紀 他都不需要了 所以那些人以為他是自私 是想為他自己名譽地為 其實真的是沒有需要 他是為了美國 將美國帶回去憲法 因為他們全部所做的事情 都是違背美國憲法第一 第二、三、四、四、五的憲章 好像很簡單 言論自由 還有我們三權分立 但是現在我們 就像加州 過了很多的例子 是沒有經過 是沒有經過三權分立 就已經過了 還有那個governor 但是他可以決定 不應該決定 他只可以去到那個bill 去到Vito的時候 才去到governor 他才有效 才可以say yes or no 但是現在 他們過了很多事情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很需要一個總統 把我們的government減少 因為我們今天做得越細越好 然後把他們的錢 請很多的公僕 給人民去做事 去做生意 給他們醫療各方面 那有沒有說現在都要做一個心理的預備 都不知道 真正會贏或者輸 如果贏了當然是 如果輸了 那個心態又要怎麼去面對 假如 大家不知道 你知道好像2020年這樣 大家都抱著一個心態 他真是贏硬的 但是最後呢? 因為如果 其實我們有的第一次 可能會有第二次 We hope for the birth 我們希望更好的匯利 但是都是作最壞的打算 我們可能會更加辛苦 更多人是homeless 更多人沒有工作 還有可能市況更加差 可能我們出街都是隨時 可能不小心 可能就走了都不定 可能還有更多的病毒 明明是沒有病毒 都說到有病毒 將雞、鴨、拆殺了 你知不知道有三個農場 每個農場在過去幾年 殺了五千萬隻雞 是沒有原因的 其實有幾個人 只是有幾個人走進來 就說 我們怕你那些有病毒 那就殺了 所以搞到雞蛋現在三元 三元半就可以了 我們要留住的錢 不要使得這麼厲害 以防不時之需 還有我們都要預備 比如說用少許的太陽能 因為這個power grid 隨時會有問題的 會全部停電的 我們希望各個華人 最重要是預備 那些太陽能的東西 還有那些吃乾糧 因為我在一個conference裡面知道 可能有三、四個月 至少可能 我們至少有三、四個月 水、吃東西、乾糧 還有電話 不是電話是那些walkie talkie 因為怕會有暴亂 有些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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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